为了庆祝端午家节 亚特兰大客家同乡会 举行一场践行联谊活动 吸引了约70位侨胞参与 午餐时主办单位 准备了道地的客家粽与三明治 让大家享用美食 度过了愉快的周末 等无敌式的Blooground公园里 陆陆续续有穿着休闲服装的侨胞们 踏着轻松步伐来到现场 有人先一边交谈 打发时间 聊着聊着 这里已经有将近70个人齐聚一堂 亚特兰大客家同乡会 为了庆祝端午节 举办这场践行联谊活动 驻亚特兰大办事处处长 戴辉元抗力 乔务委员王祥瑞 乔务咨询委员黄美美夫妇等人 都一同参与这个有意深心的活动 大家是绕这个圈 这样走一圈 所以如果大家不过瘾 做两圈 两圈的话大概三点五脉 带会员致辞时 感谢客家同乡会 一直以来对于政府的支持 他也希望乔包未来 能够继续支持新政府 办事处和乔教中心 我们要很感谢这个客家同乡会 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今天这个气候又这么样的好 我想大家就很享受这个 这个气候 那我想我们给这一次啊 他们筹办单位 还有什么的事物工啊 我们给来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们 那我想也要借这个机会 一来要感谢客家同乡会 一直以来对我们政府 还有我们这个桥桥中心 都非常地支持 那我们就对这个小孙 感谢自己 那我想未来 也还是 我们还是希望各位相信啊 做做支持 随后在客家同乡会 理事黄森永 带领大家做健身操之后 大会儿开始沿着步道践行 这几年财心僻健的这个公园 是当屋地市最大的公园 环境优美 当天天气晴朗 沿路有树印环绕 舒适于人 中午刘绍鹏会长 准备了客家送 还有越南三明治 供侨胞们享用 大家品尝美食之鱼 也与老友寒暄化家常 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假日 台湾河内市林玉轩 美国亚特兰大采访报道